睡姿可能会影响头骨发育 若新生儿有这三种睡姿 宝妈需帮她纠正 新生儿刚出生时 身体的很多部位还没有发育成熟 例如新生儿的颅骨就很软 很多父母甚至可以看到宝宝性门 随着呼吸的节奏而上下起伏 为此,宝宝头骨还很软 特别是早产 头颅发育更不好 所以更容易变形 而睡姿可能会影响头骨发育 若新生儿有这三种睡姿 宝妈需帮她纠正 长时间养卧 养卧是宝宝经常采用的一种睡姿 有助于宝宝胃内气排出 还能使宝宝肌肉放松 但养卧也会使宝宝放松的舌头后缀 阻塞呼吸道 从而影响呼吸 若宝宝长时间采取养卧睡姿 枕骨会被压平 以至后脑勺扁平 形成扁平头 整手睡 有些宝宝在睡觉时喜欢整手睡 这样不但不好保暖 而且还可能会导致手骨头骨变形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